大家好,我是Ivy老师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 国文懂多少的课堂啦 那么今天我Ivy老师呢 会教大家用五分钟 学会这个Gaia Barca 所以大同学们,你们要准备 你们的纸和笔一起来做 记录下哟,OK来好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啦 OK来,那么 我们平时会看到Gaia Barca 有Simile,Personificacy, Hyperbola, ARE,等下我会 解释,OK Raporticity,Metaphora Asonancy Aliteracy,还有Syncope OK来,那么同学们 有谁知道完这全部的吗 没有对吗,OK来 那么不用紧,OK来好 你借我一个五分钟,我教会你这个 如何去记载 那么来好,准备你们的纸和笔咯 Simile,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看到simile,我们就叫 比喻,那么来 如果看到simile,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绳子 Laksana,Ibarat,Macham,Bagai,Umpama 和Supporticity,这一些它的意思就叫 好像,OK,就叫好像 比如Conto,Supporticity,Kachang,Lupergan,Kulit 那么来,有Supporticity,这个我们就把它编去 它的Gayabasa,我们就叫它是Simile OK,它的Gayabasa,我们就叫是Simile 第二个,我们讲的Personificacy 那么来,同学们 你要记得就是这个Person 那么Person是人嘛 对不对,我们叫 Ni人的意思,这个我们叫Ni人 比如Burong 那么鸟会唱歌吗 鸟是不会唱歌的,对吗 只有人才会唱歌 那么来,鸟是自自叫的 那么所以我们讲 它把它形容成人了 所以我们叫Personificacy Ni人 第三 Hyperpola 那么Hyperpola你们可以想象成 Happypola 因为它有时候动作有点夸张 所以的话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Hyperpola,Happypola 就叫夸张的意思 那么我们讲的是 比如Hydook Cerebral Tahun 你过了几百年了 哇,一个人可以过几百年吗 那么你应该是很长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夸张了 OK,来 第四个 我们用的是A.R.E OK,这个非常的简单 A.R.E 比如我们讲 Chekhu Ivy Sangat Chomel OK,我很可爱 OK,没有啦 所以A的话我们形容的是 Chekhu Ivy把它换去 Anaphora 重复前面的字 Sangat 中间 重复中间 我们叫Responsee OK,我们叫重复中间的字 最后的话 Chomel 重复后面的字 我们叫Epiphora 重复后面的字 所以它们的后面的字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要记得Anaphora Responsee和Epiphora 可以吗? 同学们 你们可以把字和笔 给记录起来 这样容易 你们可以去方便 考试的时候 看回去 OK,那么第十五个 我们叫的是Responsee Responsee是一句里面 可以有重复的字 比如Banya Ora Banya Ragam 所以这个Banya Banya 就是我们的Responsee 所以它的Gaia 就是Responsee 一句里面 可以重复的字 有重复的字 第六个 Metaphora 我们叫暗语 Colam Durita OK,来 痛苦的 胡搏 OK,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话中有话的意思 话中有话的意思 可以吗? OK,来 第七 Asonancy和Aliteracy Asonancy就是AEIOU 那么Aliteracy就是除了AEIOU 这个非常的简单 所以下面已经给创作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去看它 OK,来 最后一个叫Synchoke OK,来 最后我们叫Synchoke 我们讲的是缩写 缩写要怎么去分辨呢? 比如 Tadida 我们把它换去 Tad N告 Kamu 把换去 Mu 和Mahu 把换去 Mu 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些 八个的Gaia Barser 都是很常会出现在 你的那一个 Comsas里面 会问到的问题 所以的话 Fone1到Fone去的学生 你们可以重新去复习 这一个 Simile Personificacy Hyperpolar ARE Raporticity Metaphora Asonancy Aliteracy 还有最后的Synchoke 那么来 如果你们学会的话 那么来 我也需要大家一个鼓励 就是在下面帮我comment 或者是帮我按like 或者你可以帮助到你 你可以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样子哦 好,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 我Ivy老师的这个 五分钟的课堂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支持CCM 感谢观看